欢迎各位这个专家和同学们来到今天我们的会议 然后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能够请到那个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黄其轩教授 然后黄教授常年这个从事大国的这个科技竞争相关领域的研究 然后住宿泼风在相关领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黄老师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讲座 然后相信包括这个话题本身在最近的这个热度也可以说是非常炙手可热的 接下来我想这个把咱们时间就交给那个黄老师 然后让黄老师那个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个精彩讲座 黄老师您看可以开始吗 好的好的 谢谢明伟 明伟是我们交大的本科生 后来这个明伟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的时候 我们还有过交流 感谢明伟的邀请 今天我给大家讲世界政治中的大国技术竞争及其启示 当时这个我在选这个讲什么内容的时候 我就在想讲一个意义贯之的主题 还是这个拆开讲在这个一个半小时 后来这个清华大学的徐州博士跟我沟通 他说这个周末我在南京大学有一个小的这个发言 他说这个想听一听 我说就把它融合进今天的这个讲座 所以我把今天的讲座分成三个部分 我不知道这个各位同学是不是能随时提问 我不知道这个武汉大学你们的这个就是以什么方式 就说这个各位有问题啊 你们随时可以在对话框里边或者这个打开这个语音都可以这个打断我 我希望这个被打断 这个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切磋交流 我讲分三个部分 这个每个部分其实对应这个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我们还可以留几分钟来讨论 关于大国战略竞争和美国对华技术变迁 我这三个部分是已经做完了两个部分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部分还没有正式成型 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切磋 就说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制裁中心华为 再到我们的微信一系列的就改革开放以后啊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获得了大量美国的技术 而苏联解体以后像当时这个米尔斯海摩斯瓦 说这个美国应该立刻把矛头转向中国 但是这个苏联解体以后 美国没有立刻对中国进行技术额制 他的技术额制其实是三三来迟的 也就是这个到了21世纪过了好几年以后 也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他的这个技术额制 他不在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 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我们说这个非常成功 尤其这个前30年 他有不同的技术发展模式 这个模式还可以继续下去吗 这个为什么这个从小布什到奥巴马 最后这个到特朗普再到现在的拜登 美国的这个技术限制会越来越紧 这个这是我们的问题 中心问题啊 这个一个标准化的格式 就是这个分时段 其实在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就已经有了技术的开放 就是这个在尼克松访华以后 美国对华的技术进出口限制 这个都都在放松 所以这个时期是双放松时期 到了这个90年代 不少这个学者说这个 你那个时候美国就应该这个对华进行技术遏制 如果那个时候还来得及的 现在已经晚了 但为什么90年代啊 你看到的技术这个出口限制 在90年代初期是例外 有一个小的波动 但总体啊 他没有大的这个变化 然后这个技术进口限制呢 他也没有大的变化 所以他还是保持这个双放松的态势 总体稳定 什么时候提高的 其实这个初见端离是小布什上台以后 有一个小的波动 然后再到奥巴马有一个小的波动 大幅度提高是到特朗普 这个包括拜登 所以这个进入21世纪以后 他逐渐的提高 无论是技术出口限制 就他这个关键核心技术不给你了 然后呢这个进口 像中国的华为等等 我们的高技术产品不能 这个好多产品不能这个卖到美国去了 他逐步要走向双收紧 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变迁 我们从这个大国技术竞争来理解 我讲这个霸权维持战略 一般来说这个研究大国战略啊 他这个简单划分 他可以划分成两类 第一类就是弱者抱团取暖 也就是制衡 国际关系像我们从克里斯奥尔斯开始啊 这个制衡是国际政治的持久命题 他的这个核心就是弱者抱在一起去制衡一个强者 尤其是迅速崛起的这个大国 另外一类呢 他是这个霸权维持战略 也就是这个一个霸权国家 他怎么维系自己在世界政治经济的领导权 要维持霸权啊 第一他重点争取的伙伴啊 是大国 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 他有利于这个领导国应对这个外在的战略竞争压力 他来维护霸权 他当然也可以争取小国 但呢大国是世界政治的price maker 价格制定者 他不是这个price taker 他不是这个价格的接受者 所以领导国他倾向选择于大那个大国队伍中的一员来共同应对 战略竞争的压力 这个所以我在文中 我在这个讲座中会强调 他会联合强者来打败更强者 但是他会带来另外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要联合强者 联合一个大国的话 这个你会为以后埋下伏笔 就是你的危机 不少美国的政策见抱怨 他就说这个当年为什么这个你联合中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现在你要再对中国这个施压的话 好多这个政策已经不作效了 这是这个第二 我们这个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 他都会假定 说国家是理性的自主的一员的行为体 但是这个我试图展示 就是说大国尤其是领导国在面临 眼前的迫在眉睫的竞争压力的时候 他并不是这个长久的理性 他是我们叫present bias 就跟这个各位同志有有烟迷 对吧 你要戒烟 这个先有害健康 但是present bias 就是说你往往是关注当期的收益 而不是未来长远的国家利益 你不是这么理性 所以通过联合未来的竞争者 以应对当前的竞争者 所以呢 一个这个领导国 他会促成未来竞争者的成长 其实长远来看啊 他会影响未来的国家利益 所以这个当领导国面临这个安全竞争压力的时候 他一般会加强技术出口限制 为什么这个技术是有这个安全的外部性 无论这个这个技术的大量外衣啊 会加强这个会改变国家之间的工房平衡 同时呢 他还会加强技术进口限制 这一点这个其实以往的文献关注的少 像在冷战时期 美国大量拒绝苏联的高技术产品进入到美国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 他这样做的目的啊 就是防止苏联利用国际市场 取得规模经济 进而呢 压低这个高技术发展的成本 所以这个Mark Taylor 这是我们做技术政治经济学的一位学者 他说你看 我随便这个问美国一个州 比如说密西根州 如果没有49个州组成的一个庞大贸易区 如果你一个州不能成为49个州的一部分 你就不可能享有今天这样领先的技术优势 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规模 给这个你大国技术竞争带来的回旋余地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竞争其实是两个类型 安全竞争和经济竞争 像这个苏联崛起在挑战美国优势地位的时候 他其实是要加大技术出口的限制 也就是这个先进的军事技术 包括居民两用 他大量都要砍掉 这个这是对竞争者 而面临军事竞争 那个经济竞争的时候 像日本 他其实当时最主要 他是要加强技术的进口限制 大量美国的产品 比如说电子产品 包括这个半导体 他不允许美国卖到美国市场 防止日本去的这个规模经济 而这个对竞争者和对合作者 他是一平两面 对竞争者加强限制的时候 他要对合作者 他要放松技术的进出口限制 来促进这个合作 所以为什么这个你也可以回答 就90年代 他对中国没有这个双收紧 因为他当时90年代 他很大的压力 还来自日本的这个经济竞争 他需要中国这个合作者 就利用强者 中国式强者来打败更强者 我们来看这个比较历史的证据 对苏的安全竞争 和当时这个为什么70年代 我们开始这个中美技术合作 在20世纪60年代 苏联在第三世纪的势力 迅速的扩张 美国是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 所以苏联的安全竞争 变得直接迫切 迫切迫在美景 所以这个时候 美国对苏联最主要是实施的 技术出口限制 这个时期 他有这个两面 第一是什么呢 他加强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限制 同时呢 他需要放松 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 他来赢得中国 对这个美国的支持 所以这个这是研究 经济遏制 这个遏制政策的 这个Mustanduno Mustanduno他就说 你看这个到20世纪80年代 美国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限制 远远比20世纪70年代 更为严厉 这个他当时说 从电子技术计算机 微电子 包括软件 我都要领先苏联至少一代到两代 所以这个由于需要这个中国的配合 你看这个七三年 中国我们需要购买这个 罗尔斯罗伊斯飞机引擎 美国当时法律没有调整 美国不能卖给中国 这个当时基辛格说不要紧 来我安排这个英国法国 这些盟友把这些关键技术卖给中国 而且随着这个中美关系 这个不断的这个解冻啊 中美贸易迅速的增长 70年的时候 中美贸易当时啊 就达到500万美元 73年是这个8.8亿 在改革开放前 中美就已经变成了这个 美国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前 其实有一轮改革开放 总书记号召大家要学习事实 包括这个我们的党史 我们党史里边啊 这个一个非常有名的叫杨岳静 由于这个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密 在70年代啊 中国领导人 尤其是这个文革结束以后的 华国锋同志 他就希望大量购买美国的技术 来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 由于美国大量技术都卖给你了 我们就签了大量的合同 中国这个在70年代末签署的 对外经济合同有70亿美元 这个总金额高达这个400亿 当时这个华国锋同志本来想中国卖石油 把石油卖给西方 这样呢 我们可以换取外汇来进口西方的技术 但是事与愿违 我们这个石油开采的速度啊 油田发现的速度没有这么快 所以这个77年的时候啊 中国的财政赤字是12亿美元 这和周总理时期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一样 总理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 都是老讲这一句话 我们既无内在也无外在 这个79年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赤字高达45亿美元 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财政赤字 所以这个79年 它为什么重要 其实这个event 你看事件啊 是中美建交 但更重要的 它背后就是这个苏联入侵阿富汗 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 美国对中国大量技术的开始解禁 像80年的时候 国防部长这个哈诺登布朗访华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美国首次这个他的访长访华 在行前 当时这个卡特总统就告诉布朗 他说中美的技术合作啊 你要注意 你千万不要松口 不会涉及军事领域 但是呢 这个苏联入侵阿富汗啊 在这个布朗出访前的这个最后一刻 这个中美合作被定调为这个全面的战略合作 什么意思呢 这个美国国务院开始大量的解禁各种军民两用技术 包括防控雷达 无线电这个通讯设备对流程的通讯设备等等 一系列以前买不到的技术啊 我们都可以买到 80年当时这个美国商务部 他把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控制 他说我另外给你一类 哪一类呢 这个P类 P类什么意思 因为对华沙条约的集团啊 它是Y类 P类其实没有实质的意义 就是只有中国是这一类 调整这一类呢 我给你按一个标签 就专门为你中国设置一个门槛 设置一个这个标签 我告诉你中国 我发送一个信号 这是和这个你跟这个华沙条约集团啊 不一样的 我对你另眼相看 你跟时期他的这个星球大战计划 他的这个美术竞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个高度啊 我们还是说这个欲望相争 这个其实中美军事合作啊 包括在技术领域的合作 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这个因为这个81年的时候 美国这个国防部当时他就评估 他说中国啊 我们在这个中蒙苏边境 3000多英里的这个边境线上 这个苏联 这个部署了47个师 这个每年苏联要花费25% 这个是我的国防预算 这个400亿美元来对付中国 所以呢 中国对美国牵制苏联啊 有极其重大的价值 所以这个81年的时候 你跟就做了一个指示 这个指示现在看来是空投支票 但有积极的意义 就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要支持一个这个现代化的 这个友好的中国 我给苏联转让的技术啊 要两倍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的水平 事实上大家知道这个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 他从美国本来就没获得什么太多的技术 两倍于零的技术就等于零 但是呢 这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表态 83年的时候 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宽了这个对华出口控制 这个83年5月 里根他把中国放到了这个V V是什么名单 就是这个当时和他的盟友 包括西欧 包括这个日本澳大利亚 放到了同一类 如果这个各位这个去看历史啊 他尽管把我们放到V内 跟盟友一样 但是好多技术也买不到 但是呢 这已经给中国一个很好的名分 就是我们啊 是潜在的军事同盟 而且我们有大量的协议 包括这个当时美国的相关的文件披露啊 他还接受了两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个技术官员 到美国长岛的一家公司啊 他去这个学习怎么改造中国的这个歼8战斗机 这个你看马上 王一博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歼20的电影 长空之王的要上映了 这当时的历史 而且这个教我们这个怎么生产这个反坦克导弹 来对付苏联的坦克 我们当时还签索了一系列的这个向和平利用空间的协议 包括这个为后来中国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 起到了很好的这个促进作用 在这个提交8桶的这个出口清单中 对华的技术出口啊 82年是54% 那85年到95% 就是说最主要的解禁都是对中国 为什么70年代以后开始调整 一直延续到80年代 这就是联合未来的竞争者来应对迫在眉睫的当前的竞争者 就是苏联 这项政策从尼克松开始 经过了卡特 到里根时期达到高峰 所以这是美国的霸权维持战略 他需要利用强者 打败更强者 那这个不少数国际关系的同志就问 说这个现实主义者 这个当时就这个在90年代 他们就提议说其他国家很难挑战美国的霸权 苏联解体以后啊 你美国应该积极的这个开始对中国进行遏制 因为他是世界政治中这个很可能挑战你美国霸权的这个大国 但是呢 美国面临了一个严峻的经济竞争 85年是美国集成电路发展史上啊 最要命的一年 就英特尔裁员创下新高 亏损他超过了公司的账面价值 而且让美国政府和企业家 他特别担忧 就是这个包括美国大量的国防中间产品的供应 他都是依赖美国那个日本的技术 日本当时的这个技术生产商 他这个垄断了这个像显示器 金仪包括半导体储存设备 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技术 所以这个时期啊 这个Bruce他称什么呢 他说叫通过亚洲打败日本 怎么通过 他需要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 当时强者是谁 是这个中国 这个谁是更强者 当时是日本 所以首先美国他通过亚洲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 他布局全球分工 为了应对日本构成的这个 经济竞争压力 美国他不再搞全产业链 他大量的这个产业啊 这个outsourcing外包 放到了这个亚洲国家和地区 像这个微软 英特尔 思科甲骨文等等 他重新布局了一个全球分工 所以在这个全球分工下 中国沿海 我们开始这个 组装这个印刷电路板 这个包括韩国 负责半导体存储设备 美国在亚洲布局了一个 跨国生产网络 来应对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 第二呢 他而且这个放弃了制造业 现在如果他放弃制造业啊 他就可以轻装上证 以前苹果啊 IBM啊 惠普等等 他要做一个这个高技术产品啊 他都需要有大量的投资 投资到制造业 现在呢 制造业大量的转移到了 亚洲国家和地区 所以他以更低的成本和日本竞争 同时在这个 这几个方面是相互嵌套的 美国将制造能力转移的 同时啊 这个 他国内专注于高端技术 其实为他现在的问题 埋下了伏笔 就是他后来制造业平台 大量的萎缩 国内熟练工人 大量的流失 到85年 这个从85年到20世纪 90年代 他更集中的 开发这个新产品 创造新的品牌 尤其是注重这个设定性的标准 这是这个 所以这个时期 美国依托亚洲的生产网络 他有效的应对了 来自日本的竞争 比如美国企业 降低了对日本技术产品的依赖 各位想这个 这是不是似曾相识 现在美国再度希望 降低对中国中间产品的依赖 同时由于布局了一个亚洲的跨国生产网络 他迅速的降低了成本 而且像这个韩国 包括这个中国台湾地区 这一些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 他有效的制造了日本的竞争对手 所以当时看来 美国应对日本经济竞争 采取的技术政策调整 它是比较有效的 美国他的高技术产业 尤其像他的这个电子产业 这个他在90年代 中期大概是94年95年 他就全面复兴 后来这个日本出现严重的问题 就是这个日本的电子产业 美国不再这个允许日本的大量产品进入美国 日本没法获得相应的竞争优势 他成功的利用亚洲打败了日本 中国经济圈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个所以由于需要联合中国经济圈 美国需要相应的这个技术转让 这个比如你看他给中国的技术 在87年的时候上海的先进技术 核资企业有48%的技术是来自于美国 相比之下日本贡献的技术是相对比较少的 同时呢他尽管不允许日本产品进入美国 他允许亚洲包括中国的技术产品进入美国 所以这个这其实他也面临新的一轮的这个对外贸易赤字 这个美国企业家开始抱怨的时候 你看美国的商务部部长 他就这个在90年强调 他说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对华最惠国待遇 有助于维护美国的经济安全 这个经济安全啊 就是他把日本当做经济战略竞争的重点 所以中国对美贸易份额占他的这个出口总额的比重 他不断的攀升 80年是9% 这个84年是18.9% 到94年变成23.7% 所以当时有研究者就看到 他说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 这么强的技术能力 他不会永远走你美国的道路 美国学者这个还写了一本书叫 Playing Our Game 他说中国会玩我们的游戏 对吧 好多学者说你放心 他不会玩 这个你不要固执尸饼 尽管有这个过滤 但是为了缓解日本 对美国构成的直接的迫切的压力 美国选择了利用中国战略的亚洲 来应对日本的挑战 我们中国有句话 叫一的眼前窗 弯确心头肉 这就是Present Bias 这个现实偏好 所以这是他需要利用强者 打败更强者 那21世纪呢 这个进入21世纪以后啊 这个各位对这段就可能就更说了 中国首先是制造业迅速的这个发展 体量上逐渐变成这个我们说 制造制造业世界制造业的大国 来自最大国 而且这个质量也不断的攀升 他的这个前期安全和经济威胁消失以后 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国的迅速崛起啊 对他构成了这个直接的迫在媒介的竞争压力 而且这一轮竞争压力啊 这个既有经济竞争 他感觉到又有安全竞争 所以这个在布什以后 他其实就开始调整 在21年的时候啊 中芯国际准备这个要投资15亿 这个小布什政府否决了 但是由于911恐怖袭击啊 美国将反恐作为战略重点 他暂时啊 这个干扰了他对华技术出口限制 随着反恐步入尾声 中国的这个崛起啊 这个从经济安全和生育 他几个方面都在系统的挑战 这个美国的优势地位 这个我比如 你看中国的这个太阳能光伏 这是美国一个新闻报道 叫Solentium Solentium shut down is no surprise 就是美国太阳能光伏 像Solentium 在中国开始造太阳能热水器以后 他就开始节节败退 他损失了11亿美元的投资 1000个工作岗位消失了 政府提供的5.35亿美元的担保 也没法收回 所以这一轮中国的产业升级 不像历史上 历史上首先是损害美国的劳工 现在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 美国的资本集团开始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而且美国政府也开始有竞争压力 所以他开始重新定位 就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 他开始把中国你看 他说什么修正主义国家 战略竞争对手 他启动了一系列的调查 一系列的政策要对中国的产业升级 尤其中国的20 这个中国制造2025进行这个全面的技术遏制 和精准打击 所以这个第一 他加强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而且新的动向 他还加强了对华技术进口限制 就是他对中国制造2025的这些产品 高技术产品他加收这个像18年加收25%的关税 这个价值涵盖这500亿美元 涵盖了十几个技术门内 这个1000多种商品 所以这个而且他试图来 这个让盟友一道 我们叫民主国家联盟 民主国家供应链联盟 所以他希望盟友一起来拒绝 中国的高技术产品来抑制中国的这个对他安全和经济上 这个全方位的这个挑战 所以还是这个逻辑 就是说这个我们总结大国技术竞争 从中国这个案例内研究 他的逻辑是利用强者 打败更强者 那未来其实有类似的逻辑 当苏联和日本对美国的经济安全 这个压力消失的时候 美国的对华技术政策 他会面临新的驱动 因为尤其是消失的压力 同时他伴随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快速成长 这样的这个美国政策调整的驱动 就这个更为明显 我做了一个Congress Analysis 就是说这个比起以往的像制度主义的解释 自由主义的解释 包括国内政治建构主义精英理念等等 就是说我用这个利用强者 打败更强者这个战略竞争的这个逻辑来解释 他更符合就说这个三个时期美国对华技术政策调整的这个预测 这是这个我第一个部分 这个讲这个这个细节部分我就挺略过 明维你觉得这个这部分过了 我们需要这个跟这个同学们这个互动或者交流一下吗 还是我接着讲 黄老师都可以 按照您的这个意愿就行 觉得什么样合适都可以 好的那那个等一下那那个我看哈 因为那个 好好好 我把他们那个权限把观众们的权限解除一下 您稍等一下 这个黄老师您是想就是 这个我都可以我都可以 看这个你主持人怎么方便 我也都行 要不黄老师您继续咱们再最后 好的因为这个我们抓紧时间 那个那好 那个第二个部分呢 第二个部分这个相关的 我讲啊就当时其实80年代 这个这个历史在不断的重复啊 就说这个讲整形的机遇与失去的机会 我希望20讲那个20分钟讲完 下一个20分钟我能那个流出一二十分钟 我们那个切磋交流 这个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就说这个刚才我讲 就说这个在80年代由于美国需要利用亚洲打败日本 他对亚洲国家带来了大量的技术转移的机会 现在其实也一样 现在这个你看 就是这个美国媒体啊 他就这个说你看一个CEO 他说他花了好久时间 这个花了这个好几年六年时间 在越南打造供应链 六天他就被迫放弃了 为什么呢 这个现在其实这个他还在做 他说这个想想大家为离开中国付了付出了多少努力 就美国的CEO 可如今你能获得的商品 尤其个全产业链 所有的这个中间产品都能保障供应的 为数不多的地方之一就是中国 所以这个就是说未来印度也好 这个越南也好 他能不能取代美国 美国要利用亚洲其他国家来打败中国的时候 其他国家能不能取代中国 比如说越南 比如说这个印度 我就讲啊 这个从这一点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一般做国际关系研究的 他假定什么 他说技术是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技术是公共品 我这个研究啊 我试图要挑战这么一个主流的看法 我要展示啊 我就通过80年代 80年代啊 这个背景下 就是由于美国开始在亚洲布局全球生产链 他所以呢 他就要扶持日本的竞争对手 这个时期是亚洲国家的机会 伴随着大量的技术产转让 我在这关注的是亚洲的电子产业 各位这很有意思是什么呢 为什么技术不是公共品 你看亚洲国家当时 这个成效差异非常大 有的非常成功 谁非常成功 就是中国大陆 有的非常这个失败 谁非常失败 我想说这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啊 中国香港特别差 在港英时代的香港 这个中国那个越南也不好 日本也不好 成功的就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 新加坡和大陆 所以这就是一个研究问题啊 同样在亚洲 在同样的80年代 同样面临美国的技术转移 亚洲国家和地区 利用美国技术的成效 尤其电子技术 它呈现极大的差异 所以这个我们以往的学者 包括这个经典马克思主义 对吧 马克思就说 说这个 你英国啊 这个 一直想在印度修铁路 但是呢 你一旦把机器 应用于一个有铁有没的国家 它是印度 你就没法阻止这个国家 印度去制造这些机器了 所以呢 马克思认为啊 英国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它既盘剥了印度 也让印度的技术再升级 包括这个我们IP的大家 Robert Gilpin Gilpin说什么呢 他说技术发明很昂贵 对吧 这个很不容易发明 但是它是公共品 一旦发明出来啊 人家就容易抄你的 他很容易推广 包括科学技术 我们很难阻止技术 从高技术国家 流向低技术国家 待会我会讲它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公共品啊 那个国际关系 一直说它是公共品 它有基本的两个性质 非排怕性和非竞争性 各位老师 这个国际技术啊 它既不具备非竞争性 也不具备非排怕性 我们先来看这个竞争性 就是无论在安全还是经济领域 它都具备竞争性 为什么 你看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 它对美国安全构成了极大的竞争 它有非常典型的竞争性 这个经济上的一样 美国开发的半导体技术 它对这个日本开发的半导体技术 它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竞争 中国的5G 对美国的这个ICT 也构成了极大的竞争 它具有竞争性的 这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非竞争性 不像这个我你和我 我们都享受了中国国防为我们带来的安全 对吧 这不具备竞争性 这个我想说了好多国防 我不排斥刘明伟同志也享受好的国防保护 这才是纯公公品 技术不是的 同时它有排他性 各位同志 这个排他性是什么呢 各位知道这个Coco 这个就八桶 八桶就是要排斥苏联对西方世界技术的享用 它有排他性的 同时呢 私人企业 这个跨国公司也有排他性 你看这个2012年的时候 谷歌和苹果的专利诉讼费 已经超过了它研发的投入 它不允许其他国家和地区享用 它的这个技术 所以技术既不具备竞争性 也不具备排他性 所以它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公共品 但是呢 在一些时期 你发现大国的确积极的在进行技术转移 刚才这个我上面研究展示的就是八十年代 因为全球啊 科创其实高度集中的 它就集中在一小撮大国手里边 在2000年的时候啊 全球研发投入排名前十的国家 占全球研发的百分之八十四 所以这个在2003年到06年啊 美国一家 它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 占全球高技术的百分之四十 所以大部分国家都在仰仗 这些大国的科创成果 他们就是消费者 这个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它的这个生产率的改进啊 外来技术贡献了百分之九十 不是靠到自己的自主研发 其实大国技术发展史上啊 我想说都是靠山寨 山寨就能促成一个大国的迅速成长 这个其实不是自主创新 这个同时呢 我在这个研究里边 我要强调两点 第一点就是利益互补 它给不给你技术啊 你要看它有没有利益互补 利益互补是什么呢 当技术转让对这两个国家 它有利益互补而不是竞争的时候啊 它就会给你技术 你看冷战时期 苏联积极的给这个印度技术 为什么呢 它这个在地缘政治竞争的需要 它要拉拢印度 包括八十年代 美国向这个亚洲国家转让技术 它需要联合亚洲打败日本 这是利益互补 这个利益既有安全利益 也有精进的意 同时呢 我们一直说啊 这个技术为什么不是公共品 公共品是残疾人都可以享用 各位 但是呢 技术的话 它需要技术能力 这个没有技术能力 我给你技术 连图纸你都看不懂 所以你要利用好外来技术啊 后发展国家需要具备相关的技术能力 这是哪一个必要条件 这恰恰是我们这个国家主义的 这个政治经济学 也就是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 国民体系 它不断的强调生产力 尤其是技术能力 所以这两个变量啊 就是互补程度的高低和技术能力的高低 它就组成了一个two by two table 就是二层二的这个表格 有四个象限 我就可以解释 在八十年代 为什么有些国家 它利用这个技术很好 有些国家 它不能利用美国的技术 越南很糟 那个时候 它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越南你去看它的文项啊 它其实也改革开放 它不比中国晚的 它79年 这个就开始说要改革开放 86年87年 它一系列的什么外资法案啊 这些都在通过 它包括要招商引直 但是别人不去 为什么呢 就是第一 它和美国存在利益竞争 75年 美国从越南这个撤军 越南实现了统一 这个时候啊 越南是旗帜鲜明的导向了苏联 所以这个 它是这个华约的观察员 所以越南是这个美国安全上的对手 而不是伙伴 而且当时这个越南入侵阿富汗以后啊 这个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都把越南视为苏联的代理人 所以这是这个利益竞争 在这个时期啊 这个他不可能有任何技术给他 美国对越南的禁运 包括技术禁运 94年才结束 所以越南完美都超过了这个80年代 95年 他们才恢复这个邦交 96年 欧洲国家才跟着 恢复了和越南的外交关系 在第一 它不具备利益这个互补 第二 它也不具备这个技术能力 这个越南和中国特别不一样啊 这个越南的殖民者是法国 法国这个 你看越南历史啊 这个他这个殖民者 什么技术基础都没有留下 而且我们这个50年代开始 一五计划 越南的一五计划 60年代启动 启动了以后 美军就大量的轰炸 把他这些工厂啊 医院全部都炸没了 而且我们中国一五计划 二五计划 三五计划 包括三线建设 这个都是这个有大量的 这个自主 这个技术基础 越南的就是靠这个 他自己本土没有 他就靠苏联给 靠包括中国给 所以这个到20世纪 80年代末 80%的越南人口 还生活在农村 90%的人口从事小农经济 他不可能利用美国技术成果的 因为他既没有和美国的这个利益互补 同时呢 这个越南以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 这是这个越南 这个我们刚才说的 他是失去的机会 他没有机会 那港英时代的香港 好多自由主义的学长 说香港是正面案例 为什么呢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 他有一流的基础实施 他有着享誉世界生育的大学 有港大 有这个有良好的公务员队伍 而且呢 这个还有我们叫 Good Governance 他这个良知 这个打费也很高 我们这个案例研究里边 我们叫他 Most Likely Case 他是最有可能案例 同时他还和美国有利益互补 由于美国需要利用亚洲打败日本 当时美国一系列的这个公司 像这个摩托罗拉 包括这个先通菲尔切尔的 都想这个和香港企业合作 而且啊 这个新加坡比这个面积 这个和香港这个一样狭小 新加坡也承接了大量的美国的产业 但香港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他缺乏技术能力 你看他一直搞自由放任的政策 这是港英时代的遗产 六四年的时候啊 港独这个Robert Black 他就说啊 香港不要发展什么高技术产业 香港唯一的竞争优势 就是第一年的劳动成本 他说在这个资本密集型 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上 他说我们中那个香港啊 这个不可能赢得竞争的 这个所以香港政府 港英时代的政府啊 一直就是这个nazor fail 而且所以这导致什么 他一点补贴都不给这个企业升级 他的企业都搞游击战 这个他企业规模都很小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 香港工厂平均人数是22人 到81年19个人 88年16个人 他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好多自由主义学者都说 香港很成功 他赚了很多钱 但是呢你看 为什么国际关系专家 做技术的氧化研究的 都说香港不成功 就是他没有形成自主的技术能力 他研发强度非常低 他大部分企业他赚了钱 但是他分布在驾驶链的底端 88%的香港企业指出啊 他们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他不做任何研发 都是简单技术 所以这个在我们不少这个国际问题研究者看到呀 香港这个时期 他收入很高 他是growth without catching up 他没有追赶的增长 他的电子产业都生产这个电子手表啊 这些低端时尚品 他都是代工工厂 他不参与这个设计和研发 他都搞组装 所以呢消费电子产业到90年代以后 他就陷入停止 你比一比中国的台湾地区 你比一比中国 这个比比韩国 你看韩国这个 他不断的升级 他在政府的这个产业政策下 从已经显示器 这个包括中国台湾地区 笔记本电脑 台式电脑 光学扫描仪 包括这个存储卡 所以啊 香港变得严重依赖于中国台湾地区和这个韩国 他在全球电子产业中的份额不断的下降 所以香港是负面案例 他不是没有一个好的外部条件 他有 但是呢 他自身没有技术能力 所以香港呢 他也是失去的机会 那我们来看 谁也是失去的机会 就是日本 这个我们来看这个日本啊 他是近位分明的两个时期 在80年代以前 他和美国有利益互补 为什么呢 就是像这个美国说 你日本的地位跟德国的地位 就显得一样重要 你都是冷战的桥头堡 像52年的时候啊 美国说你日本不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向你开放市场 开放技术 你日本是亚洲 遏制苏联 包括应对中国的最终的多米诺骨牌 这个所以呢 由于有利益互补 同时呢 日本啊 各位看技术史 日本技术能力不得了 你知道这个他在二战前 他就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 美国把他的战斗机解散以后啊 这些人又去生产汽车 去生产子弹头列车 所以日本啊 从明治维新以后 他就不断的在积累技术能力 分布在这个 这个十几个产业 所以这个你看50年到66年 日本进口了4000多项技术 美国就给了这个2000多项 而且这个为了遏制共产主义阵营啊 半导体技术几乎是这个美国免费给日本企业的 所以啊 这是这个80年代以前 各位看 这两个条件他都具备 第一利益互补 第二呢 日本有技术能力 所以他大量的技术升级 但是后期呢 第一这个他和美国逐渐存在利益竞争 他这个从这个钢铁产业再到汽车产业 尤其后来到这个半导体产业 你威胁到美国的工作机会 你的产业升级 你威胁到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成长 而且呢 美国军界担心啊 你大量的中间产品最后是日本人控制 像这个84年的时候啊 这个英特尔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你下跌到世界份额的1.3% 这个以前是世界第一的 所以这个英特尔的总裁格罗夫说 他是硅谷完蛋了 硅谷变成了日本的技术殖民地 各位同志看到没有 日本其实技术能力非常好的 这个那个时期 但是呢 由于存在严重的利益竞争 所以美国加强的对日本的技术出口控制 这个包括这个日本想兼并 这个Fair Child 就是这个先童 美国不同意 说这样你会获得技术 所以93年开始 日本本来这个之前是技术进口国的 日本现在买不到技术 变成了出口国 在12年的时候啊 它的出口是这个 27000多亿日元 远远超过这个技术进口 出口技术是进口的六倍 所以各位看 这是一个案例内的展示 就是日本从两个条件都具备 就是利益互补和技术能力 变成什么呢 它和美国存在利益竞争 我们讲中国 中国这个我不仔细展开 就中国啊 它还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就我们中国到处都在学 各位 就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啊 我们从这个美国德国那儿学造汽车 我们从日本那儿学炼钢 向欧洲学风电 最后呢 徒弟还不断的超过老师 这得益于冷战啊 这个的背景 就是这个包括这个美日竞争的背景 这是我们存在利益互补 我在上一篇这个研究中啊 已经展示 这个所以呢 美国不断的放宽限制 不仅有利益复补 各位老师和同学啊 中国这个技术能力啊 我们总书记说前30年 后30年 前30年啊 中国积累了非常了不起的技术能力 从一五计划 苏联帮助中国那156个工业化项目开始 到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当时这个 这个两百多个项目 这个中国这个自己完成了一百多个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 毛主席说 那我们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我们所以当时啊 造了好多东西 包括这个卫星发射 包括这个和平利用核能 这个包括这个大型船舶 和这个接近有胰岛树 这些啊 尽管没有迅速的改善民生 但是呢 这极大的积累 那技术能力 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技术 技术技术就发挥作用了 大量的美资 都看重中国的技术能力 我们什么都能找 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努力 包括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 三线建设 教育普及 为我们从其他国家引进技术 采纳技术 你看这个有西方学子就说 中国采纳技术的能力啊 世界独一无二 我们借鉴外来技术的深度和广度 世界一流 所以好像我们不具备 世界一流说你这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 对吧 但是呢 我们有一样是对的 我们在改革开放前30年 我们吸引了非常强的技术能力 所以大量的技术都能借鉴 所以这个我不展开啊 就你看30年内 我们和欧洲国家的重合度 72年的时候 欧洲生产一百件商品 我们只能生产九件 重合度是9% 到21年迅速上升到75% 什么意思呢 21年的时候 你欧洲造的一百件产品 中国就能造75件 到了这个 这是19年 那个WTO的全球价值链报告 在2020年 全球信息通讯产业 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 是三家德国日本和美国 到2017年 全球就变成了新的三家 中国接生其中一家 日本已经不太看得见了 对吧 德国中国和美国 所以中国这么迅速的产业成长啊 借鉴外来技术啊 这离不开 我们自己在改革开放前 积累的技术能力 所以回到我强调的这个两点 就是这个技术转移啊 各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公共品 传统国际文献 把国际技术当公共品 你只有接受着 第一具备和转让方的利益互补 利益互补程度高 同时呢 也具备技术能力的时候啊 你才能抓住这个振兴的机遇 中国正式抓住了这个竞争的机遇 未来呢 未来中国的国际角色已经变了 就是中国也要成为国际技术的供给方 这个我不展开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这么多国家都说 就说这个 你看这个离日利亚说 说西方从来没有愿意分享这个技术 给我们这个离日利亚 但是中国准备好了 离日利亚的总统阿巴桑桥说什么呢 说21世纪啊 是中国领导的世界 当你们去领导世界的时候啊 我们希望紧跟中国 你们去夜球的时候啊 我们不想落在后面 这是这个 好的 这是第二部分 哎呦 我20分钟讲完了 这个跟打仗一样 这个 关于大国技术竞争 其实我一系列的研究 我挑了 这个是刚才这个 我给各位同学汇报的 就是说我这个 一个这个 清华的这个 同学 一个同事 这个叫徐周 他说这个 周末在南京啊 这个没有 没有线上的活动 所以感谢民伟做了这么一个线上的安排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高校的老师和同学啊 我们来分享 这份研究我还没有发表 这个 所以各位 这个也可以这个来展开 我们中央提出啊 这个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我自己恰恰做大国技术竞争啊 我们就来看历史上的安全和发展 他怎么一回事 中国需要借鉴什么经验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一个经验的问题 这个 我一直在教大 教这个政治经济学经典导读 我们就读像这个 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 是我们必读的 李斯特就一直埋怨 他就说啊 德国汉萨同盟 他说就是反面教材 德国汉萨同盟就是只看到生意 看不到政治 他们天天想着赚钱 结果呢 他们没有发展出一个民族国家 由于他这个汉萨同盟没有现代国家作为支撑 他有发展 没有安全 所以呢 他最后注定昙花一现 各位看那个大国技术发展史啊 后来他被这个英国啊 真是压着打 这个以前是汉萨同盟一直欺负英国 后来这个 他其实在伦敦还有一个经济特区 跟我们当时这个 有这个殖民地啊 这些一样 他当时汉萨同盟不得了 后来这个尼斯说说你看他只重发展 不重安全 好了吧 这个最后这个烟消云散 这个Medicine他是这个经济史学家 他说你看啊 英国也是一个反面教训 英国占这个这个清朝 清朝在1820年的时候啊 我们GDP占全球GDP的32.9% 跟这个顶峰时期的美国相当 也就占三分之一 但是呢 你清朝却打不过这个大英帝国 大英帝国当时只占全球GDP的5.2% 一直到1857年 这个农业的这个清帝国 他仍然占全球GDP的17.2% 但是呢 英国不过占到9.1% 你17.2的也打不过9.1% 光GDP不行的 GDP是发展的一个指标 但是呢 这个你看这个Burkley Burkley他就说啊 这个我他就把这个英国和中国的这个 他用这个把军费开支啊 军队啊 工业化指数加全以后 中国的综合实力对吧 他用的叫国家能力综合指数 这不行 他就说啊 你没有很好的统合这个发展和安全 历史上啊 我们有些国家这个统合的非常好 他结果也很好 你看这个像苏联就是负面案例 苏联啊 这个在这个60年代开始 他经济发展放缓 70年代80年代危机加剧 所以这个他既没有 他的技术发展模式啊 他既没有发展 安全有没有 他也没有安全 因为最大的安全不就是主权安全 政权安全吗 他最后这个 他最大规模的军队解体了 政权也解体了 苏联是一个负面案例 日本呢各位 在二战以后的50年 日本其实是一个正面案例 就进入21世纪以前 日本的经济迅速赶超 而且各位这个做日本研究的 发现这个日本也开发战斗机 日本军用飞机的制紧率啊 达到90% 日本而且他有能力造这个核武器 只是他不造而已 对吧 他武器自主几率也得到提高 在美日这个安保条约和和平宪法的保 这个这个约束下 他安全其实也得到了保障 所以日本是一个很不错的 我们叫正面案例 他发展了安全 在20世纪之后50年都统策好了 美国呢 美国他是这个军事经济和科技 他在这个冷战结束后都遥遥领先 所以二战结束以后啊 这个美日他比较好的统策了这个发展和安全 苏联没有这个兼顾 所以这个最终一无所厚 那么那个我们看这个 这是当时这个一本书叫Word Out of Balance 这个他讲什么呢 就各位看这个美国在二战以后 他的国防开支占全球46% 他这个安全 包括他的这个经济指标 他一家占这个 这个中枢 这个九江眩的中枢 你先关闭一下话筒 你那有点噪音 这个他的经济指标 这个GDP占全球的27.5% 就这个四分之一强 然后这个他的科技呢 第二行 他的这个高科技产品啊 占全球接近四成 这个这就是他方方面面都不错 所以为什么叫Word Out of Balance呢 就1750年以后 没有哪个国家达到美国这样单级的地步 所以这就是这个战后啊 三个三组案例 美国 日本苏联 为什么这个苏联 它是负面案例 我们讲这个 从技术发展模式啊 有一派叫耗散派 耗散派说什么呢 他说资源是稀缺的 你投资了这个黄油啊 你就没法投资大炮 这个鉴于资源的稀缺性啊 大部分发展和安全的政策 它是此消彼长的 彼此竞争的 这个所以呢 这个有研究者还叫什么呢 他叫Paradox 叫安全和发展的Paradox 这个发展和安全存在一个这个悖论 对吧 他们二者并累生严 难以转换 这个比如说代表性的学者像Enic Enic他就说美国是负面案例 他都这个这本书很早啊 叫你看Trainings for Military Technology 他就说这个60年代晚期以后啊 美国大量的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啊 隔绝的 民用没有很好的利用军用 包括这个Mailman Mailman他你看他这本书叫Permanent All Economy 这个永久性的战争经济 他说国家对军用技术的投入 带来了长远的毁灭性的后果 他削弱了美国的产业竞争能力 这些都叫浩散派 就觉得这是传统文献 传统的智慧都说 这个投资安全啊 他没法为发展服务 这个苏联就是反面案例 包括艾森豪威尔 各位之国际干关系研究的都知道艾森豪威尔啊 他这个强调军工复合体 A military industry complex 他就说啊 我们美国每造出一支枪 下水的每一艘战舰 发射的每一枚火箭 说到底啊 你偷窃了那些 一不避体 食不果腹的人们 他说你为了造一艘驱逐欠 我们可以为八千多人盖新的住宅 这就是浩散派 浩散派从政界到学界 他们都觉得安全没法服务于发展 但是呢 我们有一部分副补派 这个他说这是这个安全和发展 是complementary 这个这个complementary 他们互补的 从这恩格斯 恩格斯的反度理论里面啊 他就开始说 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对吧 说暴力的胜利 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 而武器的生产是以这个整个生产为基础的 他说你暴力是什么呢 暴力就是陆军和海军嘛 但是陆军和海军都需要巨额的金钱 暴力不能自己做到金钱 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经济前提 这是这个恩格斯 他强调安全需要一个经济支撑 毛主席毛主席这个论书啊 我在南开上本课的时候啊 我们就当时就读 这个叫论师大关系 毛主席写的特别好啊 他就说什么呢 他说一五计划期间啊 我们军费太多了 他说这个比重太大 二五计划期间啊 你得把它降低 我们得多建些工厂 多造些这个机器 这样的话你才可能有原子弹 你经济发展了 才能有原子弹 他说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 是十分想要 还是不是真的想要 如果你是真正想要 十分想要的话 你就得降低军费 多搞经济建设 这是毛主席啊 当时的智慧 就是什么 你得要多搞经济建设 来支撑安全 这个是芝加哥大学的维纳 维纳48年的这篇动文啊 我觉得是一个经典 这个我不再复述 就关于安全和发展的论述 而这个关于这个 我们政治经济史的一个这个剧作啊 就是他用了这本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 Power and plenty 对吧 强权与富足 或者权力与富足 你看统组发展与安全 要统组权力与富足吗 这是这个统合派呢 统合派有不少研究 比如说这个拉坦 拉坦这本本书叫什么呢 叫战争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吗 他说安全和发展可以互补的 怎么互补呢 他说美国国防部大量为安全服务的技术啊 比如战后的通用技术 你看航空 核电 计算机 互联网 空间 这些所有的这个通用技术啊 都来自于政府的军事采购 你看吧 为安全服务的技术 最终促进了民用技术的昌盛 促进了安全 但是呢 像这个大量研究国防开支的 他做统计 他说把样本放大 而不聚焦个案啊 他发现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啊 没有一个确凿的结论 就有些国家特别好 比如说这个像美国算正面的 有些国家特别糟 苏联 这个是我们就要问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这个各国的技术发展模式 才能很好的统筹安全和发展 我们叫兼顾 所以我在这用一个typology 叫这个四个类型 我要展示什么呢 这个大国技术发展模式啊 我把以前的这个前期研究 整合成四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叫spin away 什么叫spin away呢 就是大量的军用技术浪费掉了 他就搁置在国防部 另外一个呢 叫spin on spin on就是日本模式 他大量是民用技术给军用 他是很成功的 spin away 旋转耗散是苏联模式 最后他不好 另外一个叫spin off spin off是什么呢 是美国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他的这个是军用万一到民用 推动了民用的发展 像各位的知道的互联网计算机 都是spin off的结果 冷战结束以后啊 他非常显著的呈现 叫spin around 就是说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你发现啊 当军用和民用它割裂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旋转耗散 就是苏联模式 国家既然实现发展 也难以获得安全 只有你军用和民用融合的时候 就是这个spin on spin off 包括spin around 国家既实现了发展 也促进了安全 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我就画的加号和简号 对吧 这个苏联两个简号 日本 这个美国 都是两个加号 尽管美国的模式啊 它不是一个 它是这个从旋转向下 这个 变成了旋转环绕 我们现在看苏联的例子 苏联模式和它的后果 二战结束以后啊 这个苏联的技术发展 有非常好的基础 它推动了大量的技术进步 我就记得我当时 这个我在读苏联的技术史 我还这个买了一本叫 这个苏联时期的伟大科学 我们加大有一个这个自由主义的老师啊 他看到我看这本书 他说黄老师你是搞笑的吧 他这本书是搞笑的吧 苏联什么有什么伟大的技术和科学吗 我说当然有了 你看这个 我的不用力很多 五四年的时候 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 这个核电站 这是和平利用核能的先驱 五七年 它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这个六八年 苏联的超音速飞机 这个图144啊 它早于协和 它大量的第一 这个包括这个苏联人啊 他还搞了这个 比如说他的炼钢技术 世界第一 曾经 那日本日铁就把他的炼钢技术 引用过去 引用过去以后呢 引进过去后 日铁造达世界上最大的炼钢厂 苏联自己没有好好发展 所以这个 但是苏联特别大的问题啊 不是他没有技术进步 而是他技术发展模式啊 就是他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 苏联政府的安全目标 系统的压倒了发展目标 所以呢 导致苏联的技术发展模式 叫Spin Away 旋转耗散 它是军民技术分割 军用技术啊 它特别难以 外移到民用 它难以推动民用技术发展 最严重的民用风 这个军民技术风格啊 它让服务于 安全目标的军用技术 严格的限制在哪 国防部 它不能为安全服务 苏联有严格的这个非地经济 非地经济是什么呢 我自己在国防工厂长大 国防工厂啊 就是你这些军用技术啊 都是这个很难向民用外溢 它怎么非地经济呢 国防厂 苏联的国防厂啊 都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然后呢 那儿的工程是有很好的薪酬 有很高的声望 有很好的待遇 但是呢 他们的技术最后啊 就服务于一个经济非地 这个最后 它导致一个特别严重的结果 就是由于苏联民用部门太落后 到80年代 戈尔巴肖夫 想让这个军用技术 给一点个民用技术的时候啊 民用技术都没有这个技术能力 去吸收军用技术了 第二就是挤出效应 这是苏联技术啊 它大量挤在那民用技术的这个研发资源 它一加这个国防部 它就获得了四分之三的研发资金 所以呢 苏联 它的这个spin away 这个旋转耗散啊 它不仅影响了苏联的发展 还影响了安全 最后这个 因为它没有形成回路 所以最后这个苏联大量 这个要在电子产业上啊 要去赶上美国 它发现这个 它的这个没钱了 它的这个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很生动 就是这个苏联的计算机 你看六七年的时候啊 苏联科学院院士叫比尔格 比尔格他提出一个构想 这个构想你现在看来都特别棒 对吧 这个因为这个当时这个Mason Mason是苏联第一台计算机 它不仅是苏联第一 而且是欧洲这个第一台这个电子计算机 这个他说啊 未来啊 这个计算机会走入千家万户 那个时候啊 病人不需要再请医生 计算机会告诉你怎么做 学生不必再去教室里 听这些老教授老专家 他们讲的非常boring 对吧 这个会是难懂的讲座 计算机讲的 可比这些老专家讲的好多了 那个时候啊 你将和一台计算机联网 计算机进入你的家 当时苏联也有这个互联网的 就像水和阳光进入你的家一样 但是啊 苏联最大问题啊 他给自己设置了一道铁幕 就西方世界给他设置了一套这个铁幕 苏联的军用和民用 他出现了一道这个铁幕 你看 这个五十年的时候啊 苏联的计算机 这个专家卡尔采夫 他当时就给苏联政治局啊 提意见 他说对计算机而言 我们苏联计算机的军用生物太狭窄了 计算机在苏联应该有更广阔的用途 比如说用于经济 对吧 经济规划 但是呢 比尔采夫 卡尔采夫后来他被任命为 这个MASM这个4的计算机负责人 他这个这个M4是造什么呢 就是这个雷达的计算机 他一辈子都在研发军用 他没办法把它扩展到民用 这个当时这个苏联的宇航员就回忆 他说苏联的计算机啊 他说这个很搞笑 怎么呢 白天是核武器的研究人员使用 晚上呢 搞这些导弹的宇宙飞船的 他们可以用一会儿 其他学科啊 没什么机会的 你搞天文的一天 只能分到五分钟 你可以用这个苏联计算机 搞化工的呢 对博民生产有帮助 你可以用半个小时 应用数学呢 每周你只能刷五分钟 这个搞计算机科学的呢 你一周只能使用五个小时 你看他就说当时的研究机器翻译 苏联这个好多 他是每个领域都有专家 机器翻译的这个权威学者 叫这个列夫金 列夫金他一辈子在远远的 这个地方站着 看了一眼这个计算机 这个你看这个当时 所以他使用太低了 苏联计算机 他罕见外溢到民用 所以你看70年的时候 美国每百万人口 他这个344台计算机 苏联的水平跟希腊呀 土耳其相当 他只有23台 他没有走向民用 所以军民技术分割 他不仅影响了 苏联的经济发展 你看后来这个 美国就开始70年代 他就推动电子技术革命 然后到90年代 他的互联网革命 他一轮一轮的革命 离不开他的军用 spin off 他外溢到了民用 最终他影响了安全 由于缺乏民用市场提供的 这个回路 他的资金 他自主研发的计算机 成了苏联政府 日益难以忍受的财政负担 所以苏联政府最后投入不了了 他开始砍 他砍经费 然后他自己造不起计算机了 他大量的进口西方的计算机 你看苏联的计算机 后来从各个你来看 包括他的发表论文 包括他的技术进步 到70年代就迅速的停滞 微电子半导体的发展 包括计算机的发展 包括他分布式速控加工 数字通讯等等 他最后都落后 他这本书 叫苏联军队的崩溃里边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苏联他的科学技术 没有为苏联军队在军事领域的技术革新提供支持 所以苏联军队也发现力不从心 捉襟见走 他既没有发展 也没有安全 日本的 日本这个模式 他也是很有效 我麻省理工的政治学家 Richard Samuels 这本书当时卡扎斯坦不断的推荐 我读 我读了以后发现这本书 就有对大量的事实 对吧 这个很琐碎 但是很有意思是什么 他就说 日本这个spin on 当时要值得美国借鉴 spin on是什么 就是日本大家知道 它是专注发展 它在发展中 却提升了安全 那这个为什么日本要这个专注发展呢 它没办法 因为日本没有一个庞大的军用部门 63年的时候 这个日本政府和军队 他只占日本电子产品需求的2.5% 美国占到了61.3% 所以美国可以用spin off 用军用去推动民用 日本做不到 所以美国生产的军用电子产品 大约是日本的两倍 所以这个当时Richard Samuels就说 有限的军事需求 让日本的这个国防产品不死不活 他只好去民用部门找机会 由于在这个二战以后 美国解散了日本的航空部门 这些航空部门的工程师 都跑到了民用 比如说这个他的汽车部门 包括后来的子弹头列车 所以日本在军民两用技术领域 尤其强大 你看这个日本它就是混合 它在同一台机器上 日本的企业既生产 喷气式战斗机的零件 也是生产导弹的零件 也生产空中客车的零件 也生产波音的零件 随到20世纪70年代 日本既开发军用飞机 这个YS-11 也生产这个 后来生产 它FS那个X战斗机 它这个日本的3D的 它的移动雷达 先是在民用部门造 造完以后呢 它开始外溢到国防部门 这种美国形成倒过来的模式 先在民用部门搞雷达 后面给军用 而且日本这个spin-off 它第一 从民用部门获得资金 你看这个日本的一个航天厂 航天厂本来是服务于军用的 但是呢 它只有15%的收入来自航天 它后来发展民用 85%是从民用机床中赚钱 由于它85%都是服务于民用 卖到全世界 它把这笔资金来促进军用技术的开发 同时呢 它还从民用部门获得技术和培训 这和美国不一样 你看这个照日本战斗机 它需要这个高级相控正雷达 这个高级相控正雷达呢 它没有技术 它怎么办 这个三菱电机雷达集团啊 它就跑到这个三菱电机电子设备集团 它的分公司 它在那儿接受这个 所需要的芯片制造的这个技术培训 所以这是日本的民用技术 比军用还有先进 这个而且呢 日本企业家居然把民用生产经验 用于军工管理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好难以想象 就是这个纺织公司啊 它把纺织生产的质量控制工艺技术 运用于军用飞机的生产 大大提高了质量 降低了成本 这是后来这个 我们叫这个 这是日本 它成功成功 它成功 它是spin on 从民用到军用 它和美国的共同点 不还是就是要打通军民风格吗 这个从这个美国 它是这个两个模式 最开始是spin off 旋转向下 而且呢 它后面呢 spin around Linda Wales说 她说这个叫旋转环上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啊 在这个苏联安全竞争压力下 它更接近的就是spin off 就是这个从军用技术啊 去推动民用 以安全来推动发展 到80年代 这个苏联的安全竞争威胁消失以后啊 日本的经济竞争 促使它开始学习日本 它变成了spin around 就是产业的发展和军事安全 它交叉渗透 交互融合 这个 这本书是当时北京大学陆峰老师 这个推荐我读 Creating the Computer 对吧 制造计算机 Frame 它这个就展示啊 当时这个造计算机的过程啊 就国防部指导 主导这个造计算机 你看这个59年的时候啊 超过85%的美国电子产品 它研发都是联邦政府资助 它全是靠国防 美国的这个军用技术 不断的旋转向下 它催生了庞大的这个乔布斯 包括这个盖茨 催生了庞大的民用电子的计算机产业 所以呢 美国电子技术啊 可以在民用市场不断的提升能力 而且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为什么它能推动电子技术革命 为什么它能赢得对苏联的技术竞争 离不开它的spin off 就是从民用部门啊 不断的获取资金 这些这个图表啊 就你各位就看一看 就说这个像美国地带计算机啊 资金资助不是这些普通 这个企业部门 全是来自陆军 这是这个它美国电子产品啊 计算机啊 晶体管 它一系列的这个进步 而且啊 它的spin off这个成功在哪呢 你看这是这个千牛星 八千八百这个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 就是我们叫VG VG就是这个 现在那个laptop 对吧 这个小型计算机到VG 它和这个IBM 它完全不是一套模式 这套模式 这个就是 它就不断的外移 外到民用部门 它催生了庞大的 民用电子和计算机 这个你看它刚问世的 第一天 四百份订单 几个月 五千份订单 所以呢 这个它能走入 寻常百姓家 国防部的项目 这就叫spin off 在20世纪 80年代以前啊 你看只有美国公司的高层 它可以用个人电脑 然后呢 它怎么走入寻常百姓家呢 到80年代以后 各个阶层 公司的 它都可以使用个人电脑 所以你看这个 81年 我们这个互联网 最快叫阿帕网 这个他81年啊 接入这个互联网的电脑 只有200多台 然后两年后 增长了两倍多 四年后增长了九倍 为什么美国的互联网 比苏联成功这么多 它大量的用户 到后来90年代 互联网元年 对吧 它大量用户在支撑 不断的积累资金 积累技术经验 积累技术能力 所以呢 80年代开始这个模式转变 到90年代 这个更明显的转变 是这个93年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的次长 他邀请产业界这些大老 到五角大楼 这个当时报道说 我们要吃最后的晚餐 这个最后晚餐是什么呢 就是说以前是国防部买你们东西 现在国防部不买了 安全环境转变 他重新塑造 美国的技术发展模式 从这个2000年 你看美国最主要的国防承包商 它的这个研发比例 从3.5下降到2% 而民用企业的这个研发 它在销售的份额不断的上升 它据那个政府推动的研发 它越来越落后于民用的研发 你看1960年 联邦政府投入研发经费 是私营部门的两倍 到2000年 产业界是政府部门的两倍多 它模式就开始变了 变成什么了 叫spin around 什么是spin around 就是公司混合 这个军民混合 首先他学习日本 spin around spin on spin on是什么呢 你看在美国的3D打印云计算 网络安全 纳米 机器人 这些都是民用技术 它领先于国防技术 它是先在民用 然后给国防用 所以这个你发现美国的大兵 他用这个苹果手机 他用智能机 他从无人机上去收集监控信息 然后发给其他士兵 先在民用部门使用 然后军用 这叫spin on 同时呢 还有spin off spin off是它传统的特色 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互联网也好 民用 包括GPS 包括太阳能电池 全是先在军用部门用 然后呢 到民用部门用 这个在80年代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曾经 他想开发叫微波单片 集成电路 这个价格太高了 国防部都觉得太高 结果国防部就鼓励他 你看spin off 你先在这个汽车防撞系统中 包括这个卫星通讯 空中这个交通控制信号处理 你这些民用部门使用 这个微波单片 集成电路 这些部门使用了以后啊 他让国防部能负担得起这样的技术 他保留了这个这个spin off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军民融合 这一点也是学日本 为什么叫spin around呢 你看百分之在04年的时候啊 94%的美国企业 使用同样的员工 相同的设备 同时在制造军用和民用产品 仅承担国防品的 就这个只有7% 就7%的企业只生产国防品 大部分都是军民两用 包括这个 你看美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 这个像那个诺克希的马丁 你能说他投是军用还是民用 尾是军用还是民用 这个你说不清楚的 他是欲军欲民欲民欲军 他不断的环绕 包括这个波音737 这个等等 这个他军民融合非常厉害 所以对我们统策发展安全啊 有一点启示 第一各位 传统文献都说啊 都是这个军用技术啊 他会削弱民用 不对 在一定条件下 你能实现军民融合啊 军用可以拉动民用 他不是耗散论所言 发展和安全不是此消彼长的 无论你看是日本的旋转上升 还是美国的旋转下降 以及旋转环绕 他都不是耗散 而是他能互相促进 这个用这个军民的这个融合 他能推动发展和安全的事件 所以这个传统的研究 介绍的不一样 不是这个 他是此消彼长 同时像这个西方研究 包括这个像我们北大富军老师 老师啊 他这个大量的研究都展示 是什么呢 他说技术是从军用到民用 这个其实技术发展史上不是的 就是好多他其实能从民用到军用 由于当代市场规模的扩展啊 大量的技术 其实啊 他这个市场有灵活性 他非常关注消费者的动向 他有及时性 而且呢 现在这个大量的民用市场链兵 他也实现了高质量 所以呢 他能以民来促军 所以并非从以传统研究 他揭示的那样 就是一定要从军用到民用 我们现在这个这个民用 日本的民用 包括这个冷战以后 美国的民用都极大的推动了军用 所以当前中国我们建设新兴举国体制啊 我们靠政府的顶层设计 我们在打造一流的国家战略力量 同时呢 我们还要发展有活力的 有创造性的民用 推动一流的民用技术 去补充和巩固国家的战略力量 最后呢 各位这个我想说发展模式啊 包括技术发展模式 从来不是一杆子插到底的 没有一种模式啊 他可以是一劳永逸的 你看就像这个美国 美国最开始是spin off 对吧 苏联安全竞争压力大 他就用这个旋转向下 当这个日本经济压力上升 那个苏联的安全压力下降的时候 他变成spin around 就旋转环绕 所以呢 所谓的叫南联的皇帝不管用 不像经济学家认为的 有optimal 我们这个国际关系学者 他常常发现 没有最优的融合模式 都根据外部的安全环境 我们不断的在调整模式 不断的可以统筹 发展和安全 好的 这个名为 我看就讲的差不多了 先这样吧 谢谢黄老师 然后那个黄老师 今天的这个讲座非常精彩 然后内容非常丰富 然后也让我感觉到像是在十年前 在那个较大的课堂当中 听那个黄老师的这个授课 然后我感觉 黄老师的那个前两部分内容 讲的速度比较快 我讲 我感觉 个人感觉是得益于这个 黄老师的这个研究 事实上 这个逻辑非常简洁 然后这个 呃 非常清晰 结构相当的清晰 然后变量操作化都非常明确 所以说那个 可能讲的这个 其实是可以用一些比较短的篇幅 做一个很紧 很快的这个概括 感 然后那个后面部分的案例 又做得非常的详实 所以说感觉 获益匪浅 然后今天我看到那个咱们 在咱们的会当中啊 呃 我们今天讲座的这个 主要的主办方之一 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的 这个主任 邢瑞 雷老师也来到了我们这个 讲座会 现场当中 邢老师您 呃 想要 做些 那个 致辞吗 哎 邢老师 你好 邢老师 哎 哎 邢老师好 邢老师我们也好久没见了 哎 对 这个你看十一期放开以后 我们这个在线上相见 对吧 都应该线下相见了 哎 对啊 这次为什么没有在线下 时间有点紧张 说啊 哦 今天晚上我六点钟还有课 哎 所以我给这个明伟就说 那只好这次线上了 线上的也好 这个全国这么多这个 我们这个学术同行都能看到这个五大 这个你们经济外交搞的这个有声有色的活动 我们还可以和线上各位同志切磋交流 好 感谢 感谢 呃 非常感谢黄老师啊 黄老师是这个这个国内做这个比较政治经济学 当然现在是国际政治经济学 IPE的这个呃 领军人物了 呃 尤其是集中在这样的一个技术 呃技术或说过去是应该是工业吧 现在转成专门的这个技术在世界政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呃 一个演化或者对大国竞争的一些影响 当然今天主要是讲的这个大国竞争呃对技术政策的一个变迁 好像这个应变量和自变量有些变化 因为之前我记得好像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技术政策呃或说是这个把大国竞争当做了一个叫做应变量来考虑 但实际上今天你的讲座其实是在大国竞争当做一个自变量来考虑对这样的一个技术政策的一个变迁的一个变化 而且在您的这个研究的那个方法上应该是非常典型的呃比较政治分析呃比较历史分析 不好意思比较历史分析的从这样的一个适用的条件 还有他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些呃因果机制的这样的一个梳理 非常典型的这样经典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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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路 方法论啊和这个理论以及实证部分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 让我们受到很多的这样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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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获 当然在这个呃我这边不做这样具体的观点上的一个评论 但是应该说是收获很大 因为的确之前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发展和安全的这个考虑呢呃更多的 当然我们只是说这个强调这样的一个发展和安全的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 但是怎么样实现发展和良安全的良性互动 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变化 当然一个国家他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这种模式呢他可能也不是 那像刚才我听到您最后说他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 其实关键就是说怎么样在呃不同的这样的安全形势下呃有机的 或者是动态的去调整 那最后落脚在这样的一个居民的融合 吧实现这样的一个居民融合能够共同发挥作用的这个角度上呃 更符合这样的一种新的安全形势的一个变化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一个国有一个稍微有一点疑惑的地方 就是说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大国政策 大国的这个产业或者叫工业政策或者叫技术政策的变迁 他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 就是相对来说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呃国际秩序 呃包括涉及到我们说的这个八权忽持的方式也好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balancing的策略也好 他都有一个呃我不敢说是不是一种单一的国际秩序 但是现在的情况稍微有一点变化呃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居民融合和技术政策 在世界在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背景的转型下 可能他的这个他的适应条件跟这样的一个过去历史上单一的 相对比较单一的这样一个世界秩序的影响呃会不会有一些不同 那这是我的一个疑惑啊也请这个方式呃给一个这样的一个回应 哦谢谢方士 好的好的呃感谢这个邢老师 我和邢老师见面啊是这个武汉疫情前的一个月 结果这个呃一回来这个结果武汉就疫情了 这个我们现在大家这个终于放开了这个呃各位这个还很高兴呃 邢老师这个也说了很多好的话呃我就单刀直入回答这个邢老师的问题 是这样就刚才这几篇啊 而其实都是在一个这个邢老师这个稳定的国际秩序下 没错邢老师问的这个问题说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迁的时候 这个技术会怎么样呢 这其实是这个我13年出版的那本专注 叫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 就当时我发现这么一个问题 就说我研究技术啊发现技术有几次大的波 哎各位看这个像这个霍曼 霍曼这个做技术史他说技术有几次波 然后我们读国际关系史呢 这个像莫德克斯基 莫德克斯基他这个叫世界政治的长波 他发现大国这个权力转移啊也有好几次波 我就去看大国权力转移和技术变迁这几次波是重合的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你去梳理你发现历史上最重大的技术变迁 他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国际政治驱动是什么 就是一旦发生权力转移就像现在的中国迅速在操控美国 在挑战美国不叫挑战吧 在超越美国的这个世界政治经济领导权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时期叫power transition 权力转移时期 而历史上啊重大的转移时期不是一个稳定的秩序时期 而是恰恰是在这种权力转移时期 双方为了这个参与大国竞争促进的这个大国的技术进步 引领的一轮又一轮的一轮的这个世界技术进步潮流 所以这个机制其实还是私密的机制 私密告诉你啊竞争提高绩效 那世界史上什么是大国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呢 那往往就是大国权力转移时期 所以在国际时期失去的时候啊 这个没错 他会运营一轮又一轮的重大的技术变迁 这是这个我们叫这个军用化的技术 或者这个big science 大科学大技术 到这个后面呢就有秩序的时候 你发现就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 霸权那个统治秩序比较稳固的时候啊 他一般是这个大科学大技术 开始慢慢的民用化的时期 像这个为什么九十年代 就这个互联网从美国的国防部 开始流向了这个民用部门 这就因为这个美术竞争逐渐消去 对吧 这个冷战结束以后 所以这个美术竞争期间的大量的技术 开始从国防走向民用 这个但是呢 他的原权在哪 还是在于失序时代 在于权力转移时代 这个challenge leadership 挑战者和领导者 为了参与大国技术 这个竞争 这个双方推动 带来的这个重大的技术变迁 这是这个对行老师简短的回答 明文你看看 其他老师和同学还有个问题 就是比较历史分析的大结构 这是你的那个基本的那个理论背景 好 那个我就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 多留一些时间跟其他的同学交流 我们以后现在放开了 我们线下交流的机会 好吧 谢谢老师 好的 谢谢陈老师 黄老师 那个我能不能利用这个主持之变 我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当然啊 没问题 我有大概那个 大概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您的第一个那个研究当中啊 将安全和经济分为两个相对来说 比较独立的这个维度 在进行那个操作 但是事实上 您在第三个案例当中也讲到 军民两用的这个技术 事实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那么我的一个疑问是 比如说在那个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虽然他面对这个美日之间的这个经济竞争 根据您的这个研究逻辑 他应该对这个中国放松这个经济 经济的这个经济的这个 经济的这个进出口政策 但事实上如果放松经济进出口政策的话 有一些我们在这个军民技术转化的这个逻辑之下的话 会会导致这个安全安全的一些像中国的这个扩散 但是在那个年代事实上中美之间已经有了安全上的一些竞争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就是您在我不我不再重复我的问题了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您的第二个第二个研究事实上将这个技术承接能力和这个市场互补性作为两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这个变量 但是事实上我的一个疑惑是技术承接能力这个变量 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固有的内生不变的这个变量 事实上它可能和这个和这个互补性存在这个交互作用 也就是说它互补性比较大的这个情况下 它事实上可能会才会培养你的这个技术承接能力 我今天中午正好在看这个中法之间关于核能的这个合作 然后当年当年中国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没有这个对于核能的这个技术这个承接能力的 但是法国看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巨大的核能市场 核能运用前景 然后它大量的送这个造极件大量的送这个培养中国的这个技术人员 然后把中国的这个技术承接能力给培养出来了 然后所以说我的一个疑惑就是您的这个两个变量之间啊 是不是完全独立的 这是我的两个问题 谢谢黄老师 那个谢谢这个明伟的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80年代中国和美国就已经有安全上的竞争了 当然 所以这个我恰恰讲大国技术竞争啊 这个你看我当时这个我觉得核心的一个mechanism啊 就是利用强者打败跟强者 尽管我们有安全竞争 但是呢面对苏联更迫在眉睫的眼前的竞争啊 就说这个一般就过不到长远了 所以现在你看他们都是这个好像当事后诸葛 这个好多人都说你你早就应该去这个遏制中国 你当年为什么给他技术呢 恰恰就是现实主义说大国是理性的 不一定 他必定是长久的理性的 他都有present bias 现实偏好 未来是什么样子啊 他不知道 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么拼命的扶持越南 拼命的扶持印度 这也是需要这个利用一个强者 来打败中国这个更强者嘛 只是很可惜 这个我的政策implication啊 就是说越南和印度啊 不是80年代的中国 他没有这么的一个庞大的体量和技术能力 所以这个就说我同意 当时我们已经有安全竞争 但是呢就说这个看谁冲在前面 因为你看那个名为我们做国官的 一般都说这个制衡的逻辑是 二号大国联合三号大国去制衡一号大国 对不对 制衡的核心是以弱自强嘛 二三在一起去balance一 而我在这说你看 一号他去联合三号去这个解决二号的崛起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这个霸权维持战略嘛 那一号要解决自己这个维持自己的霸权啊 他就需要利用强者打败跟强者 只要你利用强者没有任何强者啊 在无政府状态下 不可能对你没有这个安全的竞争 所以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你说这个承接能力啊 我讲的技术能力 你说不是不变的 对 但是呢 他需要时间 看到没有 中国积累这个技术能力啊 中国也花了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嘛 我们首先一五计划 苏联给了这么多产业 然后呢 到三五计划 我们中国自己建三线 建三线中 那个苏联给的290个项目 当时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 完成了130个 还有160个没有完成 那毛主席就说自己造 也是造了这么久 我们那个当时对吧 所以这个那个 所以当时安卓奥特 安卓奥特跑到这个中国大陆来参观的时候啊 他就说中国技术能力不得了啊 这个走到中国的乡村 中国乡村把这个拖拉机拆了 拆成零部件 又把它装起来 哦 这个跟美国这个农民不一样 美国农民拖拉机坏了 丢掉了 对吧 包括中国的这个 这公开讲座我还不好讲 但是呢 全世界都看到 就是中国啊 西方什么技术 中国工程师一般看一眼就会 为什么呢 所以能力是不是独立的 他他不独立 他的确需要时间 这个在苏联的帮助下 这个在包括中国这个我们智力更生的这个能力积累下 所以中国也积累了30年 所以现在你美国要找越南和这个印度来替代中国这个相关的技术成绩啊 我觉得不是不行 那也得几十年去了 技术能力是累积的 它是演化的 好的 这是对这个明伟的问题 好 就是黄老师 我感觉您的这个第一个研究的相关内容 事实上这个跟预防性战争的相关逻辑其实还是有共通之处的 这个我最近也在看这个有关贴线和跨期决策的相关问题 的确都是假设这个短视的这个短视偏好 好 谢谢黄老师的那个解答 然后看看还有其他同学有没有那个相关的问题 可以这个举手发言 我这边收到一个那个来自教大国务国务学院的这个研究生的问题 他主要是想问一下您 今天听了您的这个讲座获益非浅 然后他作为一个这个工科的这个跨考生 可能在这个国务学院相关专业方面 可能有一些这个这个知识不是储备那么丰富 他想问一下如何这个能够增加他自己的这个现实问题的分析能力 能够增强这个学术素养 他可能这个问题比相对来说宽泛一些 这个问题是很宽泛 而且我都不敢说我能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但是这个就我自己这个我觉得也我讲教训吧 讲教训的话对各位可能这个有有积极的意义 就我觉得没有任何付出是白努力的 你经常啊可能研究一个产业啊 你花时间发现这个一篇文章没写出来 这个我们同行都知道 我曾经研究过什么转基因啊 包括研究过中国的这个这个研究过这个飞机技术啊 这些一篇文章都没有写 没有写就没有写 这就是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啊 你从错误中学习啊 对你的反思对你的帮助啊一样大 必定写出paper了 有了成果 你才觉得自己成长了 所以这个我自己觉得我说我的教训啊 就是跪在坚持 中国啊 为什么我觉得中国技术很成功 这个就是中国一直都在尝试 一直都在试错 我们有成功也有错误 从错误中学习 中国这么坚持几十年 我们有联合国最大的最健全的工业体系 每个工业门内都有 所以我们现在啊 什么都能造 什么都有希望造 包括芯片 各位同志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 你读功课不要紧 这个这恰恰是你的优势 对吧 在学社科啊 跟长虹 长虹本来是造雷达的 后来造这个电视机 就跟造玩具一样 只要跪在坚持相关的国际关系文献 我们读下去 这个我相信啊 一定假以时日都会有一些成就的 好 谢谢黄老师 那个上海中东大学的这个李江老师 他有 李江同学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苏联选择Spring away的这个政策 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这个跟这个计划经济制度 是否有相关的这个关系 不好意思 你得再问一遍 刚才我看到那个聊天框流广告 我把它删了 我也删了 这个是我的技术 我的技术局限 然后让各位老师这个发言的时候 他有可能这个会有一些 对 你再说一遍 明伟巴里斯 就没事 这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这个李江同学 他那个提出的问题是 苏联之所以选择这个旋转耗散政策 他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有的 是否和这个 对 是否和计划经济制度有关系 有的 是这样 就说这个苏联为什么选择旋转耗散 我想用当时这个 我paraphrase 就把斯大林的话复述一遍 这个我觉得是理解苏联有意义的 苏联说 这个我们的 这个斯大林说我们苏联的安全压力极大 为什么呢 我们是一个后发展国家 西方用这个上百年 这个工业化走过的路啊 我们这个就得五年十年走完 如果走不完的话 我们可能就亡了 所以作为后发展国家 他的安全压力尤其大 由于安全压力大 你看跟美国一样 一般在安全压力大的时候啊 都容易安全压倒发展 就成功的后发展国家 有一个必由的模式 就是叫强阻之力来发展 就是举国体制来发展 所以这个我觉得李嘉 他提的这个是对的 就说呢为什么选择旋转耗散 他是这个跟当时安全环境有关的 但是呢 不是说没有余地的 他有 就说这个即便在安全压力下 就说你自己国内 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内 当时这个我们叫基因误会 你都可以更进一步的分工 更进一步的均转民 但是他没有 还是就是一旦犯安全化 这个你给自己划地为牢啊 这绑住了你的手脚 所以苏联选择这个旋转耗散啊 既有这个计划经济和安全环境的模式 也有当时这个苏联他 他的这个技术发展模式绑住了手脚 就什么都犯安全化 什么最后都不能明用 只能放到军用 大量的这个技术 最后数值高格 他只有一个消费者 这个消费者就是国防部 谢谢黄老师 然后那个清华大学的这个徐州同学 他那个他的问题是 他想请教您经济与安全 然后经济安全 还有经济安全化 这几个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概念光谱加以理解 谢谢黄老师 那个谢谢徐州的问题啊 说实话我还没有本事把这几个概念能说得清楚 同时我我这个徐州也是我小脑地了 徐州这个我这么说吧 就是这个当写一篇论文的时候啊 一般我首先讲到的不是概念 而是什么的相当于研究问题 你把问题question想清楚以后啊 你再去界定相关的概念 这个就是说有问题再有概念 你发现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论文中 它可能展示出特别不同的侧面 所以这个我想说这个我们这个做论文的时候啊 可能从问题出发再开始去界定概念 而这个这样可能啊会更顺畅 这个写起来你会更顺畅 所以这些啊它是有一些联系的 我怀疑我在这儿说啊 这个也说的不一定很准确 所以我就不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了 好谢谢黄老师 然后那个辽宁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 这个于宝军同学 他说请问苏联的军工复合体 对国家政策的负面影响 可以被 那个名为是你卡住了 还是我卡住了 这个好的 我大概听出来了对吧 就这个那位同学 你说苏联的军工复合体 怎么怎么一回事 明伟 他说那个苏联的军工复合体 对国家政策的负面影响 是否可以被纳入考量 是这个我肯定没问题 因为这个早年不少研究啊 研究军工复合体 首先是从爱斯豪威尔 这个就职 离职演讲 他就觉得这个你看这个 这三角铁三角啊对吧 军队这个国防科研部门 包括这个 这个三个部门啊 这个就相互勾结 这个夸大了 他苏联威胁其实不是 不是这么严重了 但是呢 你们为了拿到国防预算 这个你就不断的夸大苏联的威胁 所以形成了一个复合体 后来不少研究 研究苏联有军工复合体 包括扩展研究研究 乃至有研究什么 以色列啊这等等 但是各位就说 对苏联有没有影响啊 有 还是说一般一篇文章啊 他解释一个问题 强调一个问题 这样的话可能 你的这个贡献会更明确 如果就说我一个研究 把苏联每一项这个负面影响 都纳入进去啊 这篇文章的标识度 可能就没这么高了 所以的确就说这个 感谢这个这位同学提的意见啊 就前期研究可以放到 我们叫existing literature 就前期文献的回顾 但是就说一一般啊 无论定性还是定量 我觉得好像这个定性和定量 你都能贡献的话 就两个变量就够了 超过两个啊 一般这个操作起来 就比较这个难了 贡献的标识度也不是这么高 所以这个我觉得军工复合体 肯定有作用 只是这个在这可能 我觉得比较妥当的处理啊 放到控制边缘就好了 哎 好谢谢黄老师 然后那个咱们时间 差不多也到了 已经大概超过了咱们今天的表应时间 是否咱们就今天到此结束 看看黄老师您觉得 好的好的 好的 谢谢谢谢 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明伟 谢谢黄老师 辛苦黄老师 谢谢黄老师 好的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或英雄